所以,佛在《阿罕经》里面讲了两个重点。 灭掉佛教的正法有两种最大的力量, 一定会,佛教的正法一定会灭亡。 一,出了恶性重大的比丘。 恶性重大的比丘,就是怎么样都有他自己的看法, 在一个团体里面不受管束, 也不受耶稣,我行我恕, 坏事干尽了,可是却献出家,出家下。 不持戒律,不送戒,不截下, 安居,也不守宣传的规矩, 我行我恕,然后恶劣的行径, 所有的人都欠不听。 都欠不听。 释迦牟尼佛说,恶性重大的比丘, 是毁灭佛教第一个重大的原因, 就是说,出了一个恶性的重大比丘。 这所谓的一个,是指很多的意识。 第一股力量, 不修行, 每天东搞西搞,搞一些像的东西,搞一些钱的,搞明的, 搞得很热烂, 可是一计法都没有, 也不能让人家解脱。 佛教灭亡。 第二, 说的是相似佛法, 让人误约这个是正法。 佛教灭亡。 一,出了恶性重大的比丘, 正法灭亡。 二,讲了相似的佛法, 正法灭亡。 佛教就没有正法了。 一,四,三,五。 接下来, 中间经文, 世人无端, 一说法处, 得大宝珠, 其母或是化为畜生, 扣贤其珠, 集杂珍宝, 检测辅读, 主其义务, 先受笔人, 后找其体, 或又听人。 常以地下, 有名叶珠照耀其处, 是诸听者的未曾有。 多时药草, 不参家传, 或是日餐, 一麻一脉, 其行肥冲, 磨利持故, 诽谤比丘, 骂利图众不必击贤。 解释一下啊, 世人无端, 这个被模糊生的, 本来就不是一个修行人, 突然会说法, 说法处, 说的是相识法处啊, 怎么样呢? 诶, 那个时候啊, 他就是顺手, 就得了一个大宝珠, 谁说你呢? 你看看, 这个就是锐印啊, 祥瑞之印啊, 得大宝珠。 你看, 其模, 或是, 有时候为化, 为畜生, 就是这个着模的, 模附生的人啊, 自己变成畜生, 这个畜生啊, 就像我们的台湾的拜拜一样, 像变着一只猪, 口弦其猪, 口含那个宝珠, 口含那个宝珠, 就是说, 哦, 再讲一遍, 这意思就是说, 在说法处随所顺手, 就得到大宝珠, 以为锐印, 和让你知道我是有神通的。 其模, 或那个时候, 化作, 这个被模附生的化作畜生, 这个畜生含着怎么样? 先前所得到的那个宝珠, 这个宝珠就是口弦其猪, 就是口含着刚刚, 拿到的那颗宝珠, 即扎珍宝, 珍宝还夹杂着种种的珍宝, 接下来就更弦了。 或者是怎么样? 有上古留下来的, 久也留下来的, 简,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珍贵的书籍, 简, 测, 符, 读, 这个符啊, 是竹子做的, 读是木做的, 这个策就是我们所讲的书了。 接下来这个简测, 符读就是得到了上古的很久眼的宝贵的书。 像啊, 竹子的符, 木所刻的符, 木片叫做符, 读其义物, 种种奇特的书。 先授逼人, 来, 我先给你, 授就是传授, 逼人就是求善知识的那个男人, 来, 先传授给你。 后着其体, 怎么样? 诸位, 注意听哦, 后着其体, 这个是, 这个魔, 用一点神通, 诶, 又回到自己的身上。 诸位, 着其体, 又着到, 又着其体就回到自己身上。 就是我给你的东西, 先授逼人, 先给了, 求知的善男子, 后来又回到自己的身上。 是这个意思。 诶, 就是后着其体, 又回到自己的身上。 你看看, 本来在你的身上, 现在又回到我的身上。 令大众信服或服, 或有听法的人, 或引诱听法的人, 藏在地下。 诶, 说, 你可相信吗? 这里的地下, 藏有明业珠, 照耀其处。 那, 施足精子。 看, 我的未曾有。 这欢喜, 正是稀有, 正是难得。 最主要是引发你的贪爱的心, 让你心服可服。 再来, 多时药草。 多时药草, 不参加传。 正餐不吃了, 都是吃这些, 或是日餐一麻一脉。 但是他的形体, 依然很非充。 以魔力所持固啊, 觉得他自己了不起了, 就骂利比丘, 你看, 不羞苦恨啊, 也骂利徒众, 不必激险。 翻过来, 翻过来, 1436。 说世人啊, 说世人就是魔父的那个人, 此先现习或者是无端着无故于说法处得大宝珠。 以为锐印, 其魔或有时候深化树深口弦其珠, 就是刚刚拿到的那颗珠, 含在嘴里。 就像台湾那个杀猪公啊, 比赛的含着一个干嘛干嘛, 只是他含着是猪啊。 观想一下就知道他的意思, 即杂色的珍宝, 如宝印的宝瓶之类的, 以及检测辅读。 那竹销的叫做简, 尾边的名叫做车。 尾边, 什么叫做尾边呢? 古代啊,没有纸。 以竹简写字, 再用牛皮质的这个绳子, 所以这个尾边呢, 就是牛皮质的这个绳子, 边连成侧。 简单讲, 就是古时候, 它没有这个印刷术, 没有纸。 用这个竹简, 竹简的, 竹简, 一根一根的, 然后用这个牛皮质的这个绳子, 贯穿起来, 贯穿起来, 成侧, 所以叫做尾边, 用牛皮质的这个绳子, 叫做尾边成侧。 竹简叫做斧, 木片叫做斧, 斧为斧性, 汉字以竹为之, 长六寸。 可耶信, 于其中, 耶信就是我们现在的和耶书, 耶信就是利弃耶了, 于其中, 二人各持其伴, 福而合之。 嗯, 和和看, 来拿来, 合并看看, 福而合之啊, 来拿来, 合并看看。 嗯, 切实左边跟右边一模一样, 相辅可信, 诸其异物, 如荣光宝经之类的, 先受彼人护着其体, 显示魔力所为, 或者又听法之人, 藏在地下, 有名义诸, 照耀其处, 是诸听者, 目睹其事, 信信其说, 得未曾有。 好, 现在啊, 要破除你的这个 界定会了。 你正餐不吃, 现在变成啊, 多食药药, 又不是炼仙丹, 对不对? 多食药药, 前面我们讲的十种仙呢, 就是多食药药啊, 不餐家传, 意思家传的意思, 就是正餐啊。 正餐不吃啊, 都吃那些药药, 不遵守佛的借励, 佛的借励叫你要用正餐啊。 因必烟, 火食, 多食药药, 如黄金啊, 仓谱。 仓谱呢, 就是多年生的草本, 它有香气, 可以做芳香油, 它的淀粉和纤维的原料, 作为淀粉和纤维的纤料, 那么根根茎可以入药, 可以服的, 就是仓谱之类的, 或者是有时日餐一麻一脉, 它的形状一样肥壮, 血气充满, 魔力所持故, 诽谤比丘不休苦恨, 玛丽屠众保时终日。 好,翻过来,翻回来, 1435, 我再把它贯穿一遍, 因为出习佛法的人多, 再贯穿一遍。 说这个1435, 说这个被魔附身的人, 无端的就说起相似的正法了, 就随手就得到了大宝珠, 以为瑞硬认为自己让大家知道他有神通的, 这个魔有时候会化作畜生, 而这个畜生刚好可含的, 他刚刚拿到了这颗宝珠, 以及砸种种的珍宝, 或者得到检测佛毒, 就是上古时代所留下来的宝贵的古董, 检测种种的祖府, 还有目睹诸奇异物。 接下来, 先受别人后召其体, 现在先给了那个求知的善男子, 后来怎么样? 魔用神通又回到自己这个魔的身上, 魔附体的身上, 令大众心服口服, 或者是引诱别人来听法的时候啊, 你看看,注意一下, 常在地下有名业诸照耀其处, 施主听者都未尝有。 这个欢喜的不得了, 用这个稀有之事啊, 来引发令贪爱之心。 有多时药草也不用佛, 也不吃佛的证餐啊, 不服用佛制的证餐, 有时候日餐一麻一脉, 但是他的形体啊, 却是肥虫, 因为魔力所加持固。 因为种种啊, 魔力所加持固, 因此啊, 就不忌讳了, 开始啊, 骂你比丘, 毁谤比丘。 怎么样? 不羞苦恨啊, 你们何德何人啊, 受人供养, 恭敬礼拜呢, 要像我这样子? 诶, 我每天吃的那么少, 我的气势还那么好。 因此啊, 就骂你比丘不羞苦恨, 骂你屠众也不必击贤。 这样再贯穿一次, 能让大家更清楚翻过来, 1436, 口中浩元他方宝藏, 释放贤胜潜力之处, 随其后者往往见有其意之人。 解释一下, 这口中浩元他方宝藏, 在他方啊, 诗人最喜欢的就是宝藏啊, 电影常常演的啦, 要寻这个宝藏啦, 释放贤胜啦, 用这个怎么样, 前面是用宝藏来引诱你, 后面是用圣人来引诱你, 说这个释放这个贤胜啦, 怎么样, 在哪个地方, 潜力之处, 只有我知道, 我带你去, 带你去, 你看, 没有人知道, 只有我知道, 随其后而往前去拜访, 往往竟有一些奇异之人, 为什么? 因为这些精灵啊, 精怪啊, 所化的啊, 此为以出世间之利益迷惑之, 你喜欢见到圣人有修行的人, 我就用这个出世间来迷惑你。 看左边的注解, 此父说邪惑之人, 寇宗长浩说言, 他方保障者, 此以世间利益或人, 释放贤胜, 浅尝隐匿之处, 此以出世利益或人, 随其后者往往竟有其异之人, 此皆因阴隐之事, 事与静谜相合。 一看就知道可以对调啊, 一四三七, 接下来, 此名三名土地城坊, 穿越鬼神, 年老陈母, 或有先影破佛借力, 与尘世者潜行武艺, 或有精进存实草木, 无定形式, 恼乱世人焰足心生, 弃毙人体, 地质与尸, 具现亡难。 此名三名, 看经文, 此名三名, 土地城坊, 穿越, 那是三川, 越, 我们说讲的五叶, 河叫做穿, 山叫做越, 这些鬼神年老了, 怎么样, 为魔所入用了, 沉默的, 怎么样, 眷属了, 这些三宁经啊, 妖妹啊, 土地城坊, 河川啊, 山越的, 这些中东的鬼神年老了, 怎么样, 为魔所入用, 沉默的剑属, 会有先阴, 先阴就是, 哎呀, 这个阴啊, 就是哪里, 南根呢, 表示啊, 佛父呢, 女根呢, 就表示佛母呢, 那么佛父佛母加起来呢, 就变成了菩提之道, 把这个哪里不尽的, 污秽的事, 当作是菩提之道, 或有先阴破佛的戒力, 以成事者, 成事就是在旁边的, 这个事者的地址, 潜行五欲, 诸位, 潜行五欲做什么, 重要是什么, 以欲破戒, 很简单, 魔要做的事情, 很简单, 破戒, 破定破会, 潜行五欲就是破戒, 或有精进纯食草木, 这个就是破正会, 以吃, 用鱼吃的方式, 佛没有叫你纯食草木, 以鱼吃, 破佛的正会, 佛叫你要正餐, 早餐午餐, 要好好吃, 并没有叫你吃草, 纯食草木, 就是用鱼吃来破你的正会, 接下来, 令人孝行, 无定形式, 无定形式, 没有一定的形式, 没有一定的形式, 接下来就是, 恼乱世人, 验足心生, 恼乱世人是什么意思, 就是一砸, 那砸来坏这个定, 所以, 恼乱世人就是破你的定, 诸位, 破坏了定, 佛弟子的, 破了佛弟子的戒, 破了佛弟子的会, 破了佛弟子的定, 那就是磨, 决定是磨, 所以, 如果有人教导你, 那你行言无犯, 这个是磨, 或者叫你砸, 心里种种的杂念, 没有办法去定, 那么这个就破坏你的定, 所以这整句的意思, 潜心无意, 就是予以破戒, 或有精进存实草木, 无定形式, 没有一定的修行方式, 这个就是以砸来破这个正会, 恼乱世人就是以砸来坏这个三昧的定, 恼乱吗, 恼乱就是砸吗, 所以常常有人来问师父说, 哎呀师父啊, 有人说呀, 念一句佛号, 诵一部经叫做专修, 我说你弄错了, 佛从来没这样讲的, 心无杂念叫做专嘛, 这是心的问题, 不在佛号, 也不在什么经典啊, 佛法是心法, 要弄清楚嘛, 如果你的妄想不断, 那么就是夹杂, 妄想而修, 对不对, 如果你的执着没有断, 那么就是夹杂, 执着而修, 所以我们要了解, 佛的用意, 佛从来没有讲说, 念一句佛号, 或者是送一部经叫做专修, 这个在四项来讲, 只可以, 可以说, 我把一句佛号拿来专念, 专念就是我专念这句佛号, 我专送这本经, 可是专修就不一样了, 心无妄叫做专嘛, 心没有妄念叫做专嘛, 是不是, 所以只要你妄想还在, 烦恼还在, 就算你念这句佛号, 你也是杂修, 夹杂妄想烦恼而修, 你的无名没有破, 夹杂无名而修,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 所以念佛是在心, 诵经也在心, 在心,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 接下来, 恼乱世人, 验诸心生, 去比人体, 地质已是巨性亡难, 这前面都解释过了, 看诸解, 山林灯, 就掌管着山林, 山神, 灵神, 当方土地, 当方土地就是, 就在当时候, 某一方的这个土地, 当意是城坊, 我们的义就是比较大一点点的, 像有时候类似我们的县, 县等等, 那是城坊, 那么这个城坊有大有小, 像我们以前古时候编列的这些, 这个土地就会变大有时候变小, 所以这个只是一个概念, 当方叫做土地, 当意叫做城坊, 穿就是试赌, 欲就是五月, 各传齐全, 神为福德之鬼, 年老沉默者, 年代继久的, 某入为实者, 故意沉默, 或有仙淫, 仙淫就是赞叹, 赞叹南宁, 执掌书这么说, 父亲或人列以三法, 或有仙淫会, 破佛清净利益, 一笔尘世的弟子, 潜行世间的武艺, 此以欲破戒法, 或有无益精进, 无益精进就是无益的苦恨, 无益的精进, 于是我们一味的持草拭木, 这样子苦恨, 令人笑行, 用仙淫法来破佛的智慧, 或有朔称朔习, 朔这个是念朔, 不能念术, 朔一次又一次的称, 一次又一次, 一下子称, 一下子习, 那个心起伏不定, 一下子勤, 一下子戴, 戴就是懈怠懒了, 朔信朔疑, 一下子有信心, 一下子常常怀疑, 无定形世人, 一味恼乱世人, 令死本修, 本来修戒定会修得好好了, 现在这个魔, 现在前面先用弃义的事情欺骗你, 然后你把他当作是佛菩萨, 叫你麻烦大了, 此意乱破定法, 验诸底下准钱可知, 弩当先节不入轮回, 迷惑不知度无见义, 文字简单翻过来, 1438, 贪求神力, 由善男子受音虚妙不造邪律, 原定发明三目的中心爱神通, 种种变化, 研究化缘, 贪求神力, 解释一下, 由善男子受音虚妙不造邪律, 原定发明三目的中, 因为, 为什么原定发明三目的呢? 因为破了色还有兽, 已经破了20重的, 这个进阶的, 信赖神通, 现在糟糕了, 变成一个贪恋, 心喜欢神通, 这个神通多好啊, 种种的变化, 因此研究, 化缘就是变化之源, 贪就是贪求, 取就是取得, 如何来贪求, 取得这个神通之力, 让我度更多的众生, 更多的善巧方便, 所以就是研究化缘, 贪求神力, 就是研究变化之源, 贪求取得神通之力, 让我度更多的众生, 动了这个念, 就麻烦了, 所以这一段就是贪求神力, 看左边注解, 彻底巴, 贪求神力, 守四季同前, 三目禅定之中, 心爱菩萨神通, 神妙莫测, 通达外种种变化, 有始研究变化之源, 贪求取得神通之力, 我宁愿, 化缘万化之本也, 一成之一发神变额, 而是天魔后的其变, 非经妇人, 口说经法, 你看看, 动一个念头, 魔就有你的办法, 现其特事, 让你迷惑颠倒, 看左边注解, 其心研究, 就弱邪师了, 不晓得本性记住了, 早一, 早一贪其, 变同有作, 佛法是无作法, 是无违法, 安得不为天魔, 后得其变哉, 接下来, 经文, 1438最后一行经文, 其人曾不截之魔爪, 一言之的无上捏板, 乃笔求通善难之处, 辅助说法, 是能或乎受之火光, 守措其光, 分以所听, 是中头上, 是诸听人, 顶上火光, 皆长述池, 亦无热性, 真不焚烧, 或水上行, 如礼平地, 或于空中, 安坐不动, 或入平地, 或出壤中, 也有透强, 曾无障碍, 唯一刀兵不得自在, 自言是佛, 身着白衣受比丘理, 毁谤禅力, 骂力途中, 揭露人士, 不必击险, 这一段在末法时期啊, 真的, 身着白衣受比丘理, 2500年前, 通通被佛不幸言重, 解释一下, 其人称不截之魔爪, 那个人, 也没有觉得自己是爪魔, 也自己说, 我得无上涅槃, 乃比秋通, 善难之处, 你喜欢神通吗, 太好了, 我搞一些名堂啊, 来迷惑你, 辅助说法, 你喜欢神通, 我显现一下神通给你看, 赤人祸乎守, 知火, 知火光, 守啊, 知这个火光, 守知火光, 先献这个令人邪惑的事, 开始了, 开始了, 出点子了, 让你迷惑的点子了, 对吧, 广青老师上讲了, 就开始要闭出头了, 开始要闭出头了, 出点子了, 哪些点子了, 看起来, 守错, 这个错, 就是摘取, 少部分的光, 就像师父的手里, 拿这个光, 注意看我这里, 我的左手如果拿那个光, 再烧啊, 那你再烧, 然后你们的头顶上啊, 到你的头顶上, 抓一点, 抓一点光, 放在你的头顶上, 抓一点光, 放在你的头顶上, 哇, 你们的守错, 错就是摘取一些少许的光, 分以所听的, 是中头上, 哦, 这文书讲他每一个人头顶啊, 墙墙棍, 哦, 那个火焰啊, 透天啊, 是不是啊, 这四种头上, 是诸听的人, 在听法的人, 顶上的火光都长树杖, 哦, 穿到位置流去, 冲到二楼, 哎, 也无热性, 也没有什么, 也无热性, 哎, 这个光还没有, 还不会烫人呢, 是冷光, 成不焚烧, 也不会焚烧, 哎, 这个是低嫌啊, 这个不够看, 来来来来, 我们到爱河来看一下, 我就到东边的太平洋, 哎, 水上行, 你看, 我走在太平洋上, 如礼平地啊, 哎, 这个还不够看, 还不能迷惑你, 那我再搞一点, 或于空中安住不动, 哦, 我告诉你, 如果有这种功夫, 就坐在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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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达格兰大道那个地方, 坐在那个天空坐着, 明天记者就说了全世界的电视啊, 包括CNN都会来报导了, 对不对, 我们看, 对不对, 那也没什么啊, 我们看这个也没有什么啊, 安住不动, 哎, 注意啊, 这个还不够看, 来, 我再搞一点名堂给你看, 货入瓶内, 你看我身体这么大, 瓶子那么小, 我就咻, 一下子, 哇, 进去瓶子里面啊, 瓶子也透明的了, 啊, 来里面大家看到吗, 我在瓶子里面啊, 或出瓢中, 那瓢就是袋子了, 我一下子, 哎, 跑到袋子里面了, 这个还不够看啊, 再显现一点点, 或, 啊, 越有透墙, 有就是窗户啊, 你看, 窗户跟墙壁都没有动啊, 一下子就穿墙走壁哦, 从这里一下子就穿过墙壁哦, 没有经过大门哦, 也过窗户哦, 穿墙啊, 你看, 自在, 诚无障碍, 哇, 吓死人了, 这种功夫, 哎, 但是因为他没有, 没有正德无肉, 啊, 所以, 唯一, 刀兵不得自在, 为什么刀兵不得自在, 因为身剑没有破, 还制作这个射身, 哎, 因为身剑没有破, 还制作有一个射身, 唯一, 刀兵不得自在, 这个身剑, 这个, 无肉, 嗯, 没有, 没有破这个身剑, 哎, 因此啊, 唯一, 刀兵不得自在, 头砍下来就死了, 什么神通也没有, 自言是佛, 哎, 自己啊, 赞叹自己啊, 嗯, 就是佛宝, 你看看, 啊, 我, 能够, 让你们头顶上, 啊, 的火, 长达数学, 也不分手, 我可以在水上走, 也可以在空中坐, 我也可以, 入于平面, 大中限小, 我可以一下子, 变在带子里面, 我今天可以穿墙, 不需要经过大门, 完全没有障碍, 唯一刀兵不得自在, 因为没证无肉会, 没办法, 自言是佛, 自己也是佛啊, 再说诸位, 这个已经有这种功夫了, 释迦摩尼佛就说, 你千万不要被他迷惑啊, 何况啊, 现在的人啊, 动不动, 就是说, 某某人是佛来的, 某某人是观世音菩萨来的, 诸位, 你有这种功夫吗, 你能于空中坐吗, 能于水上, 行吗, 如理平地吗, 连这种功夫都没有啊, 这个还是魔的功夫啊, 是不是, 生召摩尼佛就是坏的佛宝, 自言是佛是坏的佛宝, 生召摩尼, 受比丘利是坏的身宝, 我现在举个例子啊, 我现在举个例子啊, 去年呢, 有一些积蓄来, 积蓄来, 他中国大陆来的, 那么中国大陆来的, 他说我们呢, 就现在搞这个三十系列, 我说很好, 这个三十系列呢, 也非常好啊, 师父随喜赞叹, 我说, 师父不是, 现在啊, 是我们这个女众啊, 上去, 我说, 为什么是不是法师呢, 他说我们现在就变成很奇怪了, 很多三十系列都是在家居士上座, 比丘下座, 我说在台湾啊, 看不到这种情形, 台湾三十系列, 没有在家居士在上座的, 大陆我很少去, 我不了解, 那么你能来告诉我, 他说三十系列啊, 哇, 很好, 我说三十系列当然很好啦, 念佛啊, 怎么会不好呢, 他说, 这位师姐啊, 就是上台了, 那我就跟他讲说, 女众啊, 是有肉身啊, 再来如果有比丘, 应当请比丘了, 可是我们大家都喜欢三十系列呢, 我说你们那个团体可以改变诵经, 大家改变诵地藏经, 吃网身肉啊, 诵弥陀经, 拜佛念佛啊, 因为这个三十系列一当台, 他要念三归一的, 要念归一佛, 归一法, 归一生的, 你一个女众的在家居士生, 你怎么跟你讲三归一啊, 你有佛的加沙吗, 没有, 你有受过三藤大戒吗, 没有, 虽然我们自信是佛, 你可不会坏事相, 我是这样子, 恭敬心的, 虔诚的劝告你, 我们那个团体可以改变, 变成, 来, 来, 宋弥陀经啊, 持网身众, 一样可以回向亡灵嘛, 亡者要做功德, 一样这个嘛, 这个女居士来到讲堂, 也没有, 也绝对不跟师父顶礼, 那我们从他态度也可以看得出来, 从他的态度也可以看得出来, 那么后来要他们讲的就是, 我们那边都没有出家人了, 很多都没有出家人, 方言及私利击败利, 都没有出家人了, 我说没有出家人, 也可以改变一个方式, 诵经啊, 那个脸就变了, 态度也很应该讲, 很恶劣了, 我们就不敢谈下去了, 那我们就, 也没什么意见了, 我们不是说, 希望你一定要怎么样子的来做, 而是说, 这样对大家都好, 毕竟你是女众, 也不是比丘, 他说我们那边请不到比丘, 平道比丘可以用别的方式来做功德嘛, 听不进去的, 听不进去的, 讲来到最后, 转头就走了, 也完全没办法接受, 后来我就了解说, 哎呀, 某一些单位的人啊, 喜欢这个三十系列啊, 那么在家机士, 都是白衣啊, 深重重复的来问这个问题, 师父就不再回答了, 一回答, 大家都不高兴, 大家都不高兴, 所以, 某一个时间空间, 有的出家中, 还向白衣顶礼, 这让人莫名其妙, 今天你白衣, 有披加沙叫做福田衣吗, 顶礼法, 顶礼神是要修福田的, 你有福田衣吗, 五一七一啊, 九一啊, 有吗, 让人家比丘跟你顶礼要修什么福呢, 这个比丘不如法, 在家机士, 也不懂得戒律, 台湾有一些在家机士, 动不动, 就把唯摩节拿出来, 那师父啊, 你看看唯摩节, 机士啊, 我说唯摩节是金书佛在来实现的了, 你要有唯摩节的功夫啊, 不能拿那个唯摩节机士就来, 说一切事情是这样子, 唯摩节机士尽到佛也是顶礼啊, 没有释迦摩利佛顶礼唯摩节的, 从视线的这个四项, 也是这样办的啊, 释迦摩利佛视线出家佛, 那么唯摩节机士尽现在家佛啊, 在家, 所以唯摩节机士见到佛, 也是一样向佛顶礼啊, 虽然现在是末法了, 讲起来心很痛啊, 大陆跟台湾也都发生过这种事情, 身着白衣, 受比丘礼啊, 这个是非常严重的破佛的戒律的, 坏佛的申保的, 那么特殊的时间啊, 特殊的空间啊, 大家各有立场啊, 讲得太硬了, 人家也不能接受, 那我们,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我话还是少说一点, 免得又出了壮壮的状况, 人家还以为我是针对某一个法师, 或者针对某一个道长, 或者针对某一个宗派, 我没有, 我今天讲的完完全全是佛的戒律, 佛的戒律就是这样子, 我没有攻击任何一个法师, 也没有攻击任何一个道长, 佛的戒律, 没有人是身着白衣, 受比丘礼的, 佛教要灭亡就是这样子, 身着白衣, 受比丘礼是什么时代, 就是正法要灭亡的时候, 正是时候就是, 身着白衣, 受比丘礼, 正法要灭亡的时刻了, 一切不依佛的戒律来, 接下来, 毁谤残律, 这个是坏法宝, 骂你途中, 这样, 这里有几个重点要写一下, 自言是佛, 旁边写坏佛宝, 身着白衣, 受比丘礼, 坏身宝, 毁谤残律, 骂你途中, 坏法宝, 三宝全部破坏, 三宝全部破坏, 激怒人士不必积险, 激发, 激怒人士不必积险, 其就是激棒, 那么这个贤呢, 就是真贤, 憎恨的真贤, 也不避开激棒, 也不避开这个真贤, 意思就是毫不留口德了, 毫不留口德, 所以啊, 有的人啊, 就说啊, 哎呀, 棒这个中门啊, 为敬座, 是狂餐啊, 自己啊, 致命啊, 我已经超过身世了, 何必啊, 何必去餐呢, 对不对, 何必去餐这个餐中呢, 何必去协力呢, 协力啊, 只是持生啊, 直接修生啊, 究竟不出生死, 究竟不出小生呢, 我这个是大生啊, 我这个才是大生啊, 哎, 接下来看诸节, 1439, 其人之, 福祝说法, 文艺之, 其人守之火光底下, 先献邪惑的事, 若但所犹不足, 一起信一人, 仅特为献中懂神变, 世人或守之火光, 一守错其光, 错其光, 分于所有的听众头上, 使主听人顶上火光, 皆长树池, 不热, 不烧, 或水上, 能行, 犹如旅见平地, 此之, 水火二则, 而得自在, 或于空中, 安坐不动, 晚事空事一如, 或入平内, 或出壤中, 即等大小相容, 或有壁之而可悦, 或严格之而能透, 能够穿墙走壁了, 尘无障碍, 此也是神意之事, 唯一刀兵不得自在, 以魔为离欲, 身见犹存了, 就是还执着这个无应生了, 故不能使刀兵处之不伤, 如风吹光, 如刀断水, 没有这个能力, 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在这一段, 你就非常的清楚了, 不管在你里面, 像这么大的神通, 空中座, 水中啊, 铝啊, 身体可以跑到瓶子里面, 通通不要管它, 不要理它, 只要跟你的不生不灭的菩提, 涅槃自信无关的, 通通不是佛法, 通通不是佛法, 让你开智慧的是佛法, 让你吃戒的是佛法, 让你运入三昧的是佛法, 让你开佛大智慧的是正法, 让你去贪, 去吃的是正法, 显现种种神通的, 跟我们这些, 戒定会无关的, 不是佛法, 是写法, 1440翻过来, 自言是佛者, 佛为极圣啊, 有自千春, 见了, 就是月, 但是生, 但生着把亿受比丘里, 礼拜, 毁谤禅律者, 谤中门, 所修禅的, 每天都在那边坐, 静坐狂餐, 致命我已经顿操生死了, 谤邪律的, 邪什么律呢, 这个邪律不过是持戒修身呢, 究竟不出小胜, 哪像我们这种功夫啊, 对不对, 禅教律, 为不帮说教, 为什么不帮说教呢, 以自己以夫做说法, 谤称己说, 就是佛说, 各以信仰, 该致命为佛, 是坏佛宝, 毁谤禅力, 是坏法宝, 属比丘林, 是坏生宝, 三宝窮东坏, 所以在座诸位, 一切出家, 在家, 三宝患, 就是佛教灭亡的时刻, 所以在座诸位, 这里我们记事很多, 记事你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事项是表法的, 不管你在家即使是多么的有修行, 有精通, 三藏乃至于说, 你发了福利心, 很了不起了, 在座诸位, 如果你是这样的基士, 你一定不会坏事项, 见到佛一定顶礼, 听法一定顶礼, 见到僧宝一定顶礼, 你很清楚嘛, 三宝是表法的, 表正法的, 三宝坏, 哪有佛教呢, 所以那些出家众, 讲经的, 在大众讲经的, 毁谤比丘, 毁谤比丘给在家即使听, 这个罪很重很重很重的, 坏佛坏法坏生的, 这个是非常严重的, 从根烂掉啊, 从根烂掉啊, 佛法生是根啊, 叫做基本盘啊, 这个基本盘一动摇, 佛教就一定灭亡, 所以在这之位啊, 法师要洁身自爱, 你的行为即使, 让人家, 够资格让人家顶礼, 够人家, 让人家, 恭敬你, 来供养你, 在家即使, 不坏事项, 你就是真的很有修行, 因为我们是佛教的一分子, 也扮演某一种重要的角色, 也是一样, 见到佛, 见到法, 见到神, 一定下跪顶礼, 依佛的借力来, 那么出家众, 去备在家众, 在家众能够尊敬身保, 你想想看, 佛教一片和谐, 完全符合佛的借力, 完全符合佛的借力, 那么我们的正法, 的法生费命, 那么就会持续下去, 如果像前面这个, 坏的佛保, 坏的法保, 坏的身保, 信其邪说, 就在看底下, 信其邪说, 断三宝种, 不必一秒, 骂你途中, 一事无事, 激怒人士, 以表其正直, 不必激贤, 发人因失, 激棒, 争贤, 所不必会, 在这之位, 尤其是发人因失, 揭发人家的失事, 这个是很损自己的道德的, 你这个朋友, 有很多的失事, 人家是你的好朋友, 才告诉你, 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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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发生什么事情, 而你不是, 他告诉你的这些事情, 反而是你拿来伤害他的利器, 你出卖他的利器, 你于心何人啊, 他把你当作自己, 你变成出卖他, 所以我还是在这里告诉那一切人, 出家中, 在家居士, 说了比丘的事, 是生团解决, 不可以传给在家居士, 因为他们会失去信心, 你不是佛, 你的身口意, 一定会有一些缺失, 所以比丘中, 一定用佛制的借力来检讨, 不可以, 生团的事情, 一定不可以告诉在家居士, 为了奠定他的清静心, 只有这样做, 而且这个也是符合佛的借力, 佛制的借力就是这样子, 出家中, 出家中自我检讨, 在家居士不要插手, 那么在家居士也应当有道德, 你知道某某人有一些失事, 真的假的, 你也不一定知道啊, 不一定真假, 是不是对错啊, 你怎么可以拿别人的, 对你的这个坎诚, 变成践踏别人的慈悲, 践踏别人的信用呢, 所以啊, 我这辈子做的最彻底的, 就是一定不会揭发人家的意识, 每一个人来到我的前面, 我都让他感受到, 糊涂的慈悲和智慧, 你的缺点, 你自己负责, 人的一辈子只要是人, 就一定会犯错, 对不对, 一定会犯错, 接下来, 寇宗常说, 神通自在啊, 佛福令人, 庞见佛度, 鬼力, 或人, 非有真实, 赞叹行言, 不悔出行, 将诸违献, 以为传法, 这个是很严重的, 解释一下, 寇宗又常常说, 什么神通啊, 变化啊, 什么自在啊, 有无碍啊, 为什么, 为了证明自己是佛啊, 只是一点鬼通啊, 一点神鬼之通啊, 为了证明自己是佛啊, 说说神通啊, 自在啊, 变化啊, 为什么, 要迷惑于人啊, 对不对, 或父令人, 庞见佛土, 就诸佛的国徒啊, 或者, 或者是让旁边的人, 看到诸佛的国徒, 这个都是鬼力啊, 要迷惑于人的啊, 故意望线啊, 非有真实, 为什么非有真实呢, 故意望线的, 搞一点啊, 磨得神通啊, 你就, 接下来, 就是他的目的了, 他的目的是什么, 赞叹行营啊, 也就是啊, 行营就是法身啊, 南里根啊, 就是佛父, 佛母呢, 菩提从此而生啊, 生生世世啊, 生而欲尼啊, 法身不断, 乱说一通, 赞叹行营啊, 而说, 这个行营啊, 南里的事儿, 双修啊, 并不会出行, 糟糕了, 把佛徒的正法的正当的戒类啊, 完全摧毁, 将着猥亵, 这个猥亵就是避漏, 下流, 猥亵, 这个亵是完的意思, 猥啊, 就是卑鄙, 或者是避漏, 下流的意思, 把这种下流的事情, 南里不尽的事情, 猥亵的事情, 把它当作是正法, 以为传法, 意思就是这样啊, 你看, 南里呀, 行营, 不错呀, 这个并不会出行啊, 因为这个, 佛父佛母, 接下来, 生而易年啊, 就是怎么样, 这样能令佛种不断啊, 诸位啊, 这个很可怕, 把下地义的, 南里的, 这个, 污秽不尽的事情啊, 当作是佛种啊, 把地义的种子, 当作是佛的种子啊, 这个是多可怕的事情啊, 慈父说迷惑之言, 口中时常宣说, 神通变化, 自在无碍, 以为爱求之心故, 或付令人旁见佛徒, 为证自己是佛, 直接诡吏, 要迷惑于人, 故意忘献, 非有真实, 赞叹形影者, 以南里交构, 即使法身常住不解, 乱说一通, 并不会出邪, 讲足避讳, 猥亵之事, 以为传法, 令得佛种不断故, 把生孩子当作是佛种不断, 不是法生会命啊, 那么你们这些, 现在的这些, 没有结婚的这些女众啊, 你们就是佛种断了, 因为一个也没生嘛, 我们是讲堂, 所有的工作人员, 对不对, 几乎都没有结婚嘛, 一辈子都牺牲, 来奉献嘛, 那么你们变成佛种断了, 那么我们佛种也断了, 我们比丘也没结婚了, 也没生而一年, 我们佛种也断了, 按照这个摩的讲法, 就是这样子咯, 佛种是指法身会命啊, 哪里是盈喻呢? 此将第一种, 以为佛种, 许可探与啊, 哎呀, 太感叹了, 一事事一, 此名天地大利啊, 山经, 海经, 风经, 河经, 土经, 一切, 茶木, 集结, 精魅, 或付龙魅, 或受忠仙, 在火为魅, 或掀其中, 纪念英识, 其行不化, 他怪所父, 年老沉默, 脑乱世人, 焰足心身, 弃毙人体, 弟子一师, 多现亡难。 此名天地大鬼, 一三经, 二海经, 四风经, 五合经, 四合经, 五土经, 一切, 怎么样, 草木, 一切攀草父母的鬼神, 一切草木, 这里是知鬼神, 一切攀草父母的鬼神, 这个一切草木, 当然是指, 富一草富一木的这些鬼神, 集结, 就成为, 经过了很长的时间, 就成为精魅了, 或付龙魅, 龙是守天宫的, 或守一些福障的, 那是龙魅, 或受宗仙, 受宗之仙, 仙也有灵命中, 就是受宗之仙, 再活过来, 叫做魅, 或者是仙旗, 终就是已经接近了, 已终了, 纪念因死, 本来就应当死的, 可是这个, 怎么样, 这个仙呢, 他的形体没有化掉, 尸骨不化, 其形不化, 就是他的形海不化, 就是没有化掉, 怎么样, 然后呢, 他怪所赋, 被他怪所赋, 联脑沉默, 这联脑被魔所入用沉默, 脑乱世人, 脑乱什么人呢, 修行镇定的人, 等等, 修行的人, 只要修定, 或者修戒定会的人, 都把他迫进了, 脑乱世人, 这脑乱就包括戒定会了, 焰足心生, 去别人体, 地之以思, 多性亡难, 看左边的注解, 天地大力四字, 通子下面的五经, 以示天地, 间的大力坚固, 五经各有统霞, 威权自在, 有正有邪, 正者为神, 邪者为精, 以能以正神分前, 其力最大, 一切起草异木, 受天地之灵秀, 到日夜之精华, 积极积极, 成为精魅, 佛父隆魅, 如守天宫殿之龙, 即守护福杀之龙, 窃天之灵, 道物之精, 而为妖魅, 或说中仙, 在活为魅, 存想固行, 存想, 存在一种坚固的执着, 固, 这个行就是身体, 希望, 这个色身永远留在天地, 叫做存想固行, 本望长生不实, 其之先授也有中进, 在活为魅, 或先其中, 纪念英时, 其心不化, 以修仙者, 烧千炼拱, 烹羊, 丹沙, 影响霞林, 霞, 就是久了, 寿命比较长一点, 先其告终, 近年英诗, 神诗难留, 行害不化, 为他怪所父, 可惜以往, 攻行, 反之妖孽, 不宜正节修三母体, 而存想固行, 一只猛神, 猛行, 醒过来, 年老成魔相, 怒当先劫, 不如轮回, 迷惑不知, 多无见义, 一四十二, 贪求生空, 注意, 这个生空不是空性, 是完空, 断灭空, 断灭空, 贪求生空, 这个空, 就是不怕英国的空, 简单讲求是这样子的, 有善男子, 受因虚妙, 不造邪力, 原定发明沙漠地中, 心爱入灭, 研究化性, 贪求生空, 什么叫入灭, 心爱入灭, 就是说, 用一种力道, 让他灭, 不知道诸法本灭, 就是心爱入灭, 就强迫他灭, 诸法本来就空啊, 所以啊, 我们修行佛道, 不可安一个空观, 不可安一个假观, 也不可安一个中观, 诸法本来就空, 你为什么要关他, 用空去关他呢, 头上安头了, 是不是, 诸法本来就空了, 所以不用空观了, 入灭, 不知诸法本至极灭, 还要动一个念头, 让他入灭, 强迫他入灭, 叫做心爱入灭, 那就是头上安头的灭, 研究化性, 研究万化的体性, 贪求生空, 生空什么意思呢, 不为生境俱空, 并且, 啊, 纯末至在, 不只是说身体还有外境, 啊, 是空啊, 怎么样, 通通空, 身也空, 静也空, 而且要让他, 出目通通自在, 看左边的, 诸简, 此地球贪空, 贪求生空, 守世纪同前, 沙漠禅定之中, 心爱入灭, 宝经书这么说, 有比不知一切法相本质, 极灭, 为什么本质极灭, 体不可得吗, 空无自心, 体不可得, 诸法空无自心, 不带更灭, 你带个更灭, 本质极灭, 不带更灭, 为什么, 无故意将有相之法, 而入无相之空, 这个叫做头上安头, 本空还安一个空, 那就变成了断灭空, 非同小圣, 灭射归空, 灭射, 小圣为什么灭射, 这个灭射, 是分析这个设法到究竟, 小圣不一样, 小圣之所以灭射归空, 是小圣用虚空观的, 慢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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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分析的, 它这个不一样啊, 它这个是强迫将有相, 而入于空相, 研究化性贪求深空, 研究万化之体性, 就是根本响应了, 用妄想, 让本来空性, 要让它空, 而这个空, 却是妄想, 作为用妄想, 让一切有相的空, 那么这种空, 也是一种妄想, 因为你建立的不是智慧, 不是空无自信, 不是自信本空, 不是智慧, 不是没有能所得的空, 而是用妄想, 强迫到空, 这个妄想, 只是维系的动向, 这个维系的动向, 不知道这个维系动向, 惊严穷就, 一其一尽, 一其一尽, 这脑部啊, 在妄想当中, 我就是让它空, 我就是让它空, 就像在座诸位, 我现在举一个例子, 看看, 你理解不理解, 在台湾啊, 很多的台语歌, 他都是这样子的, 他就是, 比如说, 男朋友离开了, 他就是想, 我就不想你, 我就是永远不去想你, 不去想你啊, 不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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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想你, 不想你, 不想你, 在这之外, 他真的不想他吗? 没有, 为什么? 心里一讲, 我不想他, 心里一讲, 我不想他, 我不想他, 他如果了解诸法, 没有这个男人, 你不需要想他, 你想他也空, 不想他也空, 所以, 用想的, 一直想叭那, 断掉, 断不掉的, 所以, 感情这件事, 只要没有写否, 谁也说不准, 你知道吗? 这因此, 有智慧的人, 还有慈悲心的人, 懂得善巧的人, 命运永远建顾他, 有智慧的人, 有慈悲的人, 懂得善巧方便的人, 命运永远眷顾他, 好命, 好运永远站在他旁边, 支持他, 我有智慧, 我也有慈悲, 我内心善巧方便, 我有弹性, 我知道该怎么来关照, 对不对, 不会失控啊, 所以只要没有写佛的, 诸位, 男女的感情跟欲望, 没有一个, 可以断除的, 一个都没有, 不可能, 因为人众生是友情啊, 众生是友情, 在众生看起来, 男女的感情是这么正常, 理所当然嘛, 对不对, 好, 这样你就知道了, 想办法让他空, 这个, 就是贪求生空, 眼神空则不为神经济空, 并且纯默至哉,